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静 1909集 走 去看看 张凡说吧 直接便朝外面走 众人紧随其后 不到两分钟 众人便再次到了那孩子家里 孩子此刻正靠在康边的墙壁上呢 见张凡进门 女人指向张凡对孩子说 就是这位哥哥救了你 快跪下给哥哥磕头 谢谢这位哥哥 哦 孩子应了一声便要给张凡磕头 张凡急忙过来按在小孩子肩膀上 你身子还弱好好休息 孩子睁大了眼睛 眨巴眨巴地看着张凡点了点头 哥哥这次过来 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哥 你说啥事 你中毒前的一个小时 你有吃过些什么东西 还有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忽然进到你的嘴巴里面 张凡询问 这两种蛊毒进入体内 最长也就隐藏一个小时左右 听到张凡的话 孩子翻了翻眼皮 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 我在我们村的小卖部里买了两包辣条 想买一瓶汽水来着 可没钱了 所以就没买 然后我就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去了山下壮族村落那边 在壮族的村口那儿有一口井 吃完辣条之后 我又辣又渴 所以就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喝了 除了辣条和井水之外 那段时间我就没再吃过其他的东西 听到孩子这话 张凡几人眉头都是一条 壮族部落村口那口井 是二十年前村里面吃水时候用的 但早在十年前 各家都各自打了新井 就不再用那口井了 不过村长家在这口井边开了荒 种了一些骨子 天汉浇骨子的时候 偶尔也会用一下 不过这口井还挺好 荒废了这么多年 井里面还有水 而且水质也还不错 我们部落则一直使用的是 山背面的山泉的流水 也没有怎么用过那口井里面的水啊 那也就是说 小孩子中骨 很可能是因为辣条或者井水了 如果孩子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忽然进入口里 那应该就是这两样东西了 哥哥 我没感觉有什么东西 陷到我的嘴里 先生 那咱们立刻动身 去村里面的小麦布看看 小虫立刻便站起身来 张凡点头 而后几人便一同去了 苗族部落的小麦布里 去小麦布的路上 张凡问了李三善 有关于被抓走的 东兴村村长的情况 东兴村的村长 只是被李三善给羁押而已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几人聊天的过程里 便到了苗族部落的 唯一的一个小麦布 这小麦布大概有20平米左右 里面大多数都是凉油 小吃很少 只有一些个辣条饼干 还有汽水 而且 有些小吃上面 还沾满了灰尘 很明显 这些个东西买的人很少 究其根本 便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 看店的是一个40左右 面容幽黑的妇女 见张凡几人进门 她急忙站起身来 组长 有什么事吗 刚才小明子 是不是在你这儿 买了两袋拉条啊 是的组长 怎么了 哼 差点吃出人命来 什么 武军组长的面色一沉 那面容幽黑的妇女一听 立刻便是大惊失色 这时候 张凡问道 她买的是哪种辣条 就是这种辣条 我这儿也只有这一种 面容幽黑的妇女 指向了柜台里面 拿真空包装的辣条 说完了 她急忙拿起辣条袋子 在辣条上面 仔细地打量了一眼 这也没过期啊 而且今天 不仅是小明从我这儿 买了辣条 早晨的时候 小林子也从我这儿买了 刚刚我还看见小林子 从我们家门口过来着 没看出她跟平时 有什么不一样啊 武军在张凡的耳边 小声说 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也见过小林子 她的确没事啊 啊 行了 咱走吧 张凡一行人 出了小卖部 然后张凡又说 从她妇女的面相来看 她并没有害人的心思 而且这样的辣条 并不仅仅只有 小明子一个人吃过 可别人都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感觉 应该不是因为辣条 走吧 去那个井边看看 众人都是点头 而后一起下山 到了井口边上 把井上的石板给搬掉 张凡打了一桶水上来 然后 从包里面掏出银针 把银针放进水里面 但最后 银针并没有变黑 众人见了 眉头都是紧紧地皱起来 先生 这辣条没有问题 井水也没有问题 而壮族部落的人 又都死在狐狸精的手里 恐怕那个男人 是在骗咱们呢 张凡听了看了一眼 萧冲 却是面容坚定 不 一定不会 张凡如此肯定 还是因为 昨天男人和狐狸精 在不知张凡道的情况下 两者间的争吵内容 还有男人 想迫切救出家人的那种 神情的状态 吴军组长 我建议 你不要让你们村的人出村 也要安排卧室每天巡视 听到张凡的话 吴组长心头一沉 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金光 张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 有人要对我们的村子下手了 没错 我有这样的感觉 回村后 我立刻安排人 每日地巡视村落 让每家每户 都牢牢实实地 在家里面待着 嗯 那咱们尽快回去吧 一行人迅速返回村子 张凡几人 在武军家里面喝茶 武军则日出去 给村里面的人 去安排任务了 张凡喝了一杯茶以后 便回房间 去修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 点赞留言